历史学综合考研,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建立的帝国。 史称第二帝国,已别于拿破仑一世建立的法兰西帝国,1804-1814,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,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。 一年1月14日颁布宪法,加强总统权力,削弱议会的立法权。 1852年11月7日,元老院颁布法令建议恢复地质。 随即举行公民投票,绝大多数表示赞成。 12月2日宣布恢复帝国,不拿巴为法兰西人皇帝,称拿破仑三世。 根据多次补充的帝国宪法,皇帝是国家元首、统帅军队,由宣战、购合、结盟、定立商约和特赦,任命政府与地方官员,批准公共建设工程。 决定,是否将法案送交立法团讨论等权力。 帝国立法体制分成三部分,由皇帝任命,约50人组成的参政院负责维护宪法与保证皇帝统治,准备法案和审查法令修正案。 由选举产生的200多名议员组成的立法团,仅有权讨论和表局法案,凡年满21岁并在某地居住超过半年的法国男子皆有选举权,立法团的主席和副主席,由皇帝任命。 元老院批准立法团通过的法令,他由皇帝任命,由约100名秦王、元帅、主教组成。 大臣们执行皇帝命令,各自对皇帝负责。参政院对省长实行监督。 地方政权掌握在省长手中,他们领导。 全省警察,控制社会舆论。 帝国时期重要官员有内政大臣CALJ·达默尔尼,财政大臣A.M.傅尔德,军事大臣AJL·达圣阿尔诺,后期有伊鲁埃和奥利维埃。 拿破仑三世前佑三,及其大臣第二帝国,经历了由专制统治向自由主义、议会政治演变的过程。 帝国初期,拿破仑三世实行个人专权,致力于巩固资产阶级秩序。 政府在一些省内实行戒严,封闭共和派俱乐部,解散工人组织,查进进步报刊,利用天主教会加强控制学校。 1852年后,法国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潮。 60年代,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,反动专制制度难以继续维持。 因此帝国后期开始实行改革,逐渐向自由主义政策演变,以求缓和国内矛盾。 例如议员可得到请愿权,官方公报公布议会辩论记录,皇帝经立法团同一方可批准追加拨款,废除禁止工人罢工和结社的乐侠白猎法等。 1870年初,奥利维埃奉命组织自由主义内阁。 4月,元老院受到削弱,变为普通上院,议会权力有所扩大。 经济方面,帝国实行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,发展大工业,重工业中机器生产普遍代替手工劳动,生产不断集中,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,完成了工业革命。 金融资本的发展尤为突出,巴黎城,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。 在G.E.奥斯曼领导下,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。 为了改变1815年以来法国的孤立状态,争夺欧洲大陆优势和进行海外殖民扩张,拿破仑三世进行多次对外战争。 法国在1853至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,联合英国、土耳其与撒丁反对俄国,击败俄国后,确立了在欧洲大陆的优势。 后又联合意大利反对奥地利,得到萨瓦和尼斯。 1860年签订法英商约,实行自由贸易。 50-60年代第二帝国还派遣军队侵略中国、叙利亚、墨西哥、印度支那和非洲,掠夺大量财富,建立了若干殖民地。 克里木战争后至60年代初,是第二帝国发展的顶点。 但是,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压迫,工人运动重新高涨,共和派加强斗争。 第二帝国支持罗马教皇阻挠意大利统一,武装干涉墨西哥,以及在普奥战争中,支持奥地利等一系列失策,使法国陷入困境。 为了摆脱国内危机和重夺欧陆优势,1870年7月19日,法国一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,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。 法军战败,9月2日,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。 4日巴黎发生革命,宣布推翻帝国,成立共和国。